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赚一笔钱 大卫等人完全找不到敌人的任何的痕迹 因为喜格拉城已经被毁 妇孺全部被掳 没有人可透露敌人的身份和行踪 所以他们只有伤心痛哭的富尔 跟随大卫的军兵因为失去了眷属而苦恼 于是开始反对他 甚至想要杀死他 他们不设法去研究 反而找人来出气 独有大卫他依靠神 他心理坚定 找手寻求来解救的方法 而不伪过于任何其他的人 大卫不能够到会幕去寻求耶和华的指引 因为纳在扫罗的地界里面 所以他就请了祭司将以弗德拿来给他 那个是他所拥有的唯一与会幕有关的物件 他在祭司和以弗德面前求神指示 上帝曾经拯救大卫 免致他攻击他的以色列同胞 并且使他在关键的时刻重返喜格拉 如果大卫和跟随者没有碰见那个埃及人 他们就不能够得到准确的资料 我们不可以视为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 这里头强调大卫征询祭司亚比亚他 透过他便得到上帝清楚的引导 那么大卫就是这样在战役中 赢得扫罗所没有的引导的 亚玛利人所丢弃的那个病患 埃及奴随大卫救了他的命 于是他就做了大卫的祥导 领他们到那个敌军的地方 第一次胜利我们看见的是 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 大卫的四百个人终于把亚玛利人击败了 并且救回了所有被掳的人 以致他们不会被卖去做奴隶 那么第二次胜利是因为大卫的四百个随从 不愿于那另外两百个人 来平均的分配战利品而产生的增值 大卫就提醒他们 一切的收获还有成就 都是神所赐的 这样他们才不会落尽贪婪 还有争功为过的这样的试探当中 这又是一场战胜骄傲的战争了 大卫定下了一条律例 就是在分卤物的时候 上阵的还有看守器具的人 都要均等分配 现在在教会跟其他的机构当中 我们对后勤供应的人员 还有前线奋战的人 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不分彼此 如果没有会计秘书还有行政人员 绳职人员或者专业人士 就不能够完成工作了 扫罗跟他众儿子在战败阵亡了 应验了二十八章十九节的预言 扫罗的军队不敌非力士军 在逃跑之际 扫罗的三个儿子被杀 他本人也深受重伤 并且为了避免敌人的羞辱 还有折磨 终止他就自闻而死了 扫罗的愚昧 不但使自己受苦 而且更连累了他人 约纳丹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死在扫罗的身旁 本来大卫是知道怎样去应付那些非力士人 并且可以拯救扫罗和他国民的 可是扫罗却把大卫驱逐到国外去了 扫罗的兵士们和拿兵器的人终于与他一起受苦而死亡 激烈雅比的居民也记得扫罗在许多年前 曾经拯救过他们 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够救扫罗免于被杀 可是他们历尽艰辛 冒险搜索 才能够寻到扫罗跟他儿子们的尸体 再将他们火化了 这样扫罗的尸首才不至于被展览示众 他们本来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但是他们却以仁爱之心来行善 整体上来看 非力士人在激烈波山的胜利 将以色列推回到王朝之前的情形 这里对以色列有一个教训 王朝本身不能够拯救以色列 重要的是以色列需要有一个公义的王 我们现实知道 这就是在指着大卫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当时很少以色列人意识到这个事实 的确 他们需要自己去发现它 非力士人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庙里头 是将战胜扫罗的荣耀归于异教的女神 亚斯塔路是丰收的 也就是让这个土地可以肥沃 还有多产的 也就是说透过滥教使人多生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女神 波山是福感约旦河谷的一个城 在基利波山以东 建立在山坡上面的 我们可以比较以色列人最后一位士师 与他们第一位君王的差异 君王扫罗是前后不一致 不顺从神 一意孤行的人 他心中没有神 四师撒末尔却是始终如一的顺从神 他对神有真正的渴慕 神呼召扫末尔的时候 他说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但是当神借着撒末尔呼召扫罗的时候 扫罗却说 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扫罗的一生完全是为自己而活 撒末尔的一生却是全然奉献归于神的 扫罗的死也是一种信念的幻灭 以色列人不能够再相信 像列国一样拥有一个王 就能够解决诸般的苦难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正体 乃在于犯罪的君王 扫罗想要以表面的敬虔来讨神的喜悦 但是真正的属灵乃是一心一意的顺服神 每一个顺服行动 本身虽然属于微小 这些行动就会慢慢的升高 建成坚强性格的一个巨强了 成为抵挡试探的长城 我们也应当天天努力 表里如意的来顺服神才对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 把这个三末纪上来把它讲完 我们感谢主 谢谢你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会儿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